打开看 哇 叫店里 然后那边就说 诶 这是什么地儿 这是什么地儿 这个扣下来就不关上 打开在里面才能拍着 BBQ嘛 刚才我说了 我们这边有点烧炭物 这边很棒啊 直接烧炭物啊 靠出来 而且呢 人家还考虑到一个细节 就在这儿呢 可能马上会很冷 因为它会漏风对吧 没关系 诶 这个东西来了 火盆 怎么样 火盆物就是为了这样的火盆跳 我们这次就感受了 有可能令人的会讲说 这挑战失败啦 再想着我就知道了 我得要出来之后 我看厕所 而且最最主要的是 在这厕所里面连带着 shower 我们刚才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阿姨 阿姨 真的是 他们特别详细 他们很传奇 早退休了对吧 对 然后退休了之后 买一辆房车为家 然后游美国侵略了 对 现在还在各地的玩 他车后面贴的全部都是车标贴 然后他去到一个周围贴嘛 现在仅剩下 我估计也就是三四个没去 哇 拖挂的 拖挂的 这个小车车好经验呀 真的 你到了房车营迹 才知道美国人多么的爱生活 他们真的 谁能想象退休的两口子 开着房车为家 游历这个美国这么多周 七个月 而且他们说接下来 我们要去更多的地方 然后把车上安装太阳能 对 他们还自己安了一个 好像价值还不菲的一个 solar panel 就是太阳浓的板 所以他们到营地没有电也可以收取 其实在美国很多的这个房车营地 很多是免费的 对 但可能没有那些特别晚备的设施 他就没有水啊 没有厕所啊 对 那你看那里 那里在那里站在那吃 但是想你特别像 一死动物叫什么 就站在那儿 我们出发 出发上哪儿出发 才把电给卸了 卸电卸电 终于把水给搅了 终于搅定了 来给大家说说 看后来 待会我们刚才多个司机 刚才我们一个字呢 这锁了是吧 算了吧 刚才我们冲的那个口啊 其实是 就是在房车营地是有用的 我们要用水 在这儿冲是有用的 只要把它拔下来 出了营地 我们等于还是一点水没储到 那个储存箱里 这个口 咱们刚才冲的那个口 是不会 那个水不会流进新鲜的水草 就是水箱里面 对 等于我们就白冲呢 旁边那个大口才是流到 我们水箱里的 对 是不是从这儿加呀 我很期待立人 到时候那时候该怎么办 他们是否手忙脚腕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就很狼狈 而且像这两个口 刚刚问能不能同时冲 他说 那可能就会 抱着 对对对 而且 而且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 夜夜出马了 对吧 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要放下水了 放下水又是一个火 啊 就是要把我们这几天的十年 要全部够高出去 加油 加油 亲手操劳 凯文 我们回去要考虑考虑 今天早上厕所 我忐忑了半天 要不要去 哎呀还是公共厕所 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 后来鼓起鼓起去 一进去之后一股清香 对 真的 这是一个 上厕所的地儿 怎么会有香味呢 然后我进去就 等她吃了一顿 吃了一顿 我等到吃了一顿 后我就说啊 这美国的公共设施 确实是人家很难备 你比如说两厕所 那边不让进来什么 人家打扫时间 打扫卫生的时间到 三小时 也许也是挺脏的 但是一起打扫香味 因为这道路都是松树啊 哎呀 小松树 幻长大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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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不能不能再这样做了 快点吧 我觉得我们要走了 快要去吧 下回来不及了 马上了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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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那些坑